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陈晓新剧首播,无绿镜,无魔皮,有爆款剧的前置 陈晓,王一博主演的《冰与火》今晚播出 这让很多苦等这部剧的粉丝们可是一个好大的惊喜 毕竟这部剧没有播出的时候,在某平台就有了近两万条的评论 不过大家也知道,这部剧的题材还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审核了很久的时间,网上也是有传言说审核了三次 不管前面是怎么一回事,如今总算是播出了 《冰与火》的剧情没有那么的复杂 陈晓所饰演的是孤单英雄吴振锋 王一博所饰演的角色是警察陈宇 两人在剧中紧密地合作 最后将幕后黑手一网打尽的剧情 这个剧情还是比较刺激的 这两个角色异正异写 忽明忽暗,角色复杂,故事也和曲折 大概是谍中谍在谍中谍的故事 这样的人物以及剧情设定十分考验演员的演技 不过对于陈晓而言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毕竟本身就是专业的演员 在影视剧行业也是深耕多年 但是对于王一博来说倒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之前的剧里 尤其是在《风起落阳》里 王一博的演技就被网友们吐槽得很严重 说他面谈 还有网友吐槽王一博在剧中说台词的时候 有的地方有吞字的情况 不过这一次在《冰与火》中 王一博的台词方面进步很明显 在看完前几集后 有网友评价说 王一博形象很正 把年轻警察的那股冲劲和不服输的牛进演绎出来了 敢于怀疑上司 敢于表现自己 有事就往上冲 关键是不莽撞 有智慧 陈晓 造型有点落魄 但是掩盖不了帅 情绪转换自如 为了报仇不顾一切 近几年双男主模式很火 像是 郑魂 陈情令 等等都大火了 冰与火 显然走的也是这种路线 陈晓和王一博 都是很有流量和话题度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也是近几年不可多得的没有滤镜和磨皮的国产剧 难怪观众网友们如此激动 剧情更是紧张不拖沓 一开播就先是凶杀案 然后击毒 工厂爆炸 才短短的两集就信息量爆炸 这对于很多讲究剧情快 准 很多观众们来说是值得观看的 不过也有网友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那就是在冰与火 第一集中 作为一番男主的陈晓竟然只有四分钟左右的戏份 比起陈宇 吴振峰的出场则略显狼狈 满脸伤痕 头戴鸭舌帽 生活的并不平静 只为找出杀害父亲的凶手 过着打打杀杀的日子 尤其是在听到陈宇的行动计划之后 直接来到了行动现场 搅乱了陈宇的行动计划 让警队人员损失惨重 悬疑感的呈现 是通过在剧情推进中 通过有限的信息展现 隐藏暗线 来达到悬疑效果的 目前悬疑人物主要集中在陈晓饰演的吴振峰 和王晋松饰演的邻居身上 破冰行动的主题和冰与火 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后者会更体现出男主卧底期间 面对兄弟怀疑的无奈感 更重视心理情感刻画 也能感觉到陈宇有足够的能力 拿捏好这类题材的作品 剧情质量真有的看了 以上就是本期要与大家所说的内容 如果对于这期内容有什么看法的话 可以在评论下方说出自己的理解 我们下期再见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告知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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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